哈喽,大家好,今天欢迎来到我的第一支MagicalVoxo的教学视频,我们简称它为MV吧,现在它的版本最新是0.99.7.0,它是2021年12月18日发布的,但我们这个教程呢就是基于这个版本进行的教学,首先我们打开软件之后呢,可以看到有一个蓝色的方块,如果你用鼠标右键的话,可以选择这个方块, 然后鼠标中键,移动你的视图,然后说一下软件的界面,最左边是调色盘,调色盘的话这是默认的调色盘,那后面还有1,2,3,这三个调色盘,我平时用的最多的是第三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有这么多颜色的话,就是相当于你要管理这些颜色,那经常是我用了某个颜色之后呢, 我忘记我用过这个颜色,然后如果我修改的话,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场景的话,就是颜色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有第三个,首先颜色的话呢,它是在这里可以调的, 在刻的这边有一个小箭头,然后右边,表示前冲,就有了一个,属于你自己调色版的一个方块,先说一下这边的笔刷吧,我们一共有增加的笔刷,减少和会涂笔刷,先示范一下增加的笔刷, 然后这里有六个小盒子,那因为这个教程是对于触觉者而言的嘛,所以我们就先介绍这里的直线笔刷和点笔刷,还有面笔刷,还有那个方块笔刷,然后这两个的话,我们以后再慢慢说, 可以先尝试一下,在现有的蓝色的选择下,attach一根线,然后你选择这个线的起始和终点,拖着你的鼠标,就能得到一根线,因为在体速的世界里面呢,什么的单位都是体速,所以这个线就是体速过程,当你选点的话呢,也是同样,你可以点击获得体速的点,还有就是面, 面的话呢,你可以一点一点的增加面,每次点一下鼠标增加,然后你也可以拖着鼠标来看下的增加,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当你放开鼠标之后呢, 刚才的这边有一排已有的点,它就会融合到这个面里面去,之后的话,attach一个点,就是增加点的这个操作呢,它是可以 有粗细笔刷的,默认的笔刷是1,如果你改一下这里的体速数值的话,数值的话,比方说我改成10,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现在选的是圆形的3D笔刷,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立体笔刷, 那从形状上来说,它有方和圆的差别,这个笔刷的大小是由我们设置的10,然后就是3D的笔刷, 2D的笔刷的话,就是一个平面笔刷,当你想选择另外一个颜色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增加一个新的颜色,然后用它来画。 那你如果要改变现有的颜色,刚刚我们画的这些蓝色的色块的话,你可以通过这里来改变,可以自行进行调色。 第四个笔刷是箱体笔刷,可以通过拖制鼠标呢,去绘制一个箱体。 需要注意的是,箱体在没有碰到四周的这个边线的情况下,它是不会被抬起来的, 但要碰到这个白边才会沿着这条轴抬起来。 之后我们来说一下简法笔刷,简法的话和加法就是相反的操作,它可以 剪掉线,剪掉面,剪掉点,那同时 剪到点,可以改变剪是点的笔刷,比如说像这样。 如果你选择的笔刷是比较大的话,你可以用它来剪,剪掉提速。 然后剪掉提速的面,在这里。 剪掉一块,剪掉整个提速的面,剪掉提速的一块,分块,剪掉整个提速块。 但我个人觉得它不是很好用,所以如果我要剪掉一根提速块的话, 我一般都是用线的方法,先剪掉一根线,然后剪掉这个面,这样拉会比较紧确。 如果拉过头了的话,因为它太致命的把它拉回来。 OK,我们来说一下head吧,这个就是上色的意思。 比如说,上色呢,同样是可以和点线面组合来操作。 上色,上色一个面。 我们来试一下,我现在如果要做一个,像说我想有一个扶手和,扶手和椅背不一样的沙发。 我可以用这个paint box的方法来给大家上色。 白色。 从这里开始吧。 特别要注意你是从哪里开始拉这个box的,这个箱体。 如果你从这边的话,就会不小心带到。 所以要让你能上色的这块区域,正好在你的视野之内, 然后再拖制鼠标,这样上色会更加方便。 那刚才这个操作呢,其实可以用对称来完成。 这里有一个对称按钮。 attach,在外轴进行上色,用paint box的方法。 在外轴进行上色。 瞬间就能完成这样一个上色了。 OK,现在我们来试一下,给沙发加四个腿。 那先用erase面抬高,这样我才可以有一个放沙发角的空间。 选择一个接近于木质的颜色。 为了方便呢,我这边就直接用2D的圆点来绘制。 那X折和Y折都要对称,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四条腿。 然后这里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大小。 再点一下就完成了。 然后呢,用attach这个面把这腿打成。 OK,就完成了一个沙发。 按F2,键盘上的F2是渲染。 这个是我们的渲染视角。 那它的旋转视图和刚才是一样的。 右键旋转视图它会进行实时的渲染。 然后中间的话呢,改变视图的位置。 我用的比较多的几个操作。 一个是这里。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960800的意思就是这个图像大小。 我刚才把它改成14800。 然后这里的1024表示采样值。 采样值越高的话,你渲染的画面就越细了。 在这边是光照的面板。 可以通过光照的面板。 我们稍微晚一些再说吧。 然后回到model, 就回到刚才的编辑界面。 就是人的和model的切换。 现在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尖角。 这个表示物体和世界的视图切换。 那在一个世界里面可以有多个物体。 然后这个世界呢是有一个边界的。 所以大家在制作的时候, 不要让它定于这个地面。 不然的话在渲染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那键盘上的G。 键盘上的G可以让物体迅速回到地面。 在世界视图呢, 可以对这个物体进行位置的变化。 按delete可以删除。 按住shift拖拽物体呢可以复制。 然后当你有两个物体的时候, 你这么进到这个物体中间进行边界。 选中它, 然后按type键, 它就会进行到物体的边界。 那如果你觉得用鼠标中键拖拽不方便, 这里有一个按钮可以让它马上来到这个物体的边界。 再按type键又可以回到实践视图。 编辑右边的物体也是同样, 从type键来切换。 现在在对称的绘制完之后, 如果你不需要再对称的物体把它关掉, 不然它就会一直有对称的方式。 这里的一个transform就是移动键它会将你制作的物体 在你拖拽的表面来进行移动。 大家可以试试看。 可以有三个轴的移动。 你那个方向, 根据你手标拖拽的方向来点。 然后这里的话呢, 分别是几个选择的按钮。 这个是框选。 框选提速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没有办法框选的非常的完整。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透视视角。 如果你把它改到OS正交视角的话, 然后把这边的一个像一个三个小红块的形状把它调用出来, 把它拉到全正面视图。 在这里拖拽呢, 可以五为单位改变你的视角。 如果是正面视图的话, 你就可以选中刚好一半。 选中物体的一半。 这是第一种方法框选。 不规则的框选, 随时都可以进行。 如果想要规则的框选, 比方说只选中四个角, 就是这样子。 按Ctrl D, 取消空选。 按Ctrl I, 选中其余的部分。 这里的模棒表示, 我按照颜色来选择。 比方说黄色的椅子脚, 通过颜色来进行选择。 复选的方法就是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 逐次点中你需要复选的东西, 它们就会被复选。 因为刚才用的是模棒嘛, 你如果用框选也是一样。 比方说你选择了这一块, 然后你按了Shift之后, 你还可以继续选择剩一个部分。 这边有一个小的工具栏呢, 表示你可以迅速的编辑这个物体。 首先Full的话呢, 它会以现在选中颜色的填充。 然后Full表示, 这个副填充是填充整个物体格。 Full的话呢, 会以选中颜色对物体的有效部分, 就是去掉空间的像素部分进行填充。 Clear的话,将整个物体化清空。 然后Reverse相反的意思。 就是这个物体里的空像素会被填充。 像素的部分会变成空像素。 就是这样子的, 就像一个导模一样。 然后这里分别是放大两倍, 我缩小一半的影。 那放大之后呢, 可以看到, 像素并没有变。 我们在这里点一个像素点来做标记。 然后你把它放大两倍呢, 一个像素点就变成四个像素点了。 再放大一次, 它就是变成16个。 所以它是一个平方的关系。 但是在这个程度上面, 这里有一个紫色的体素。 然后你把它缩小一倍的话, 它就会不见了。 因为它不可以, 体素已经是最小的单位, 它不可以再除二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你当你把它除二了之后, 你再乘以二, 它会以这个体素的回忌转来乘以二。 所以刚才那个点就不见了。 通过这边的旋转, 翻转和微调, 可以对这个物体进行调整。 这四个是比较实用的。 刚才有说到红色是X轴, 那在这边点X转轴式度, 它就会根据X轴进行反转。 然后Y轴也是一样。 Z轴。 Flip的话表示, 以这个轴, 你选中的轴进行翻转。 就是, 如果你选的是X轴的话, 它就, 它就会在, 从这里翻转到那边。 以Y轴翻转。 以Z轴翻转。 然后这里是微调。 同样是, 以你选中的轴进行微调。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 然后, 然后, Scare缩放的话, 这个XYZ, 就表示你以什么轴来缩放。 然后, 后面的数字表示放它的倍数。 那在这个情况下, XYZ2它的效果和它们的两X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嗯, 那如果是缩小的话呢, 它同样是可以, 把后面的数字改到B以下的程度, 就可以缩小。 那如果是0.5的话呢, 和这个UP之一也是一样。 但是它会保留物体的框。 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任意, 输入你想缩放的大小, 比方说三倍。 那, 而且呢, 可以不选XYZ, 你可以单独选中, 只选XY轴。 比如说我要它在XY轴缩小一半, 就变成这样。 你也可以单独一个轴, Z轴缩小0.5, 要它变来一半。 它就会等笔缩放一半。 在你缩放之后, 可能你会想, 要把空余的像素去掉。 这里有一个按钮叫, 量体速适应大小。 然后你点一下的话, 它就会把, 上方和下方的空白像素给去掉。 然后按G, 然后回到地面。 如果你想切割这个物体的话呢, 点这个按钮, 嗯, 改变物体的大小。 再点一下之后, 它也会出现三个轴。 那移动其中的某一个轴, 物体就会在那个方向上进行缩放。 完成之后, 把这个点, 再把这里空全去掉。 再点一下收紧物体, 就完成了一个缩放。 你可以缩放两次。 在这边先缩放一下, 然后后边也再缩放一下, 把它关掉。 我们来说一下渲染吧。 渲染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圣表示太阳。 现在是没有勾选的状态。 然后现在的这个光量是来自于天空的。 这里的intensity也就表示它的光度程度。 可以直接滑动这边的进度条, 也可以修改进去。 可以给天空加一个颜色, 比如说浅蓝色。 然后打开太阳的话, 这里有一个角度, 改变太阳的角度。 太阳现在应该是在阴影的反方向, 在另一个方向。 这里的数值是, 表示太阳的高度。 太阳越低呢, 阴影就拉得越长。 太阳越高, 它就越接近, 这我们的太阳就是在头上面。 然后, 后面那个数字表示太阳的位置。 你可以制作各种光照的效果。 比方说现在这样, 就是一个逆光的效果。 然后注意, 如果太阳在这边, 把它的位置拉到布的话, 它就从地面下面, 就会看不到明显的投影了。 在这个状态下, 就只有天空的光亮。 然后太阳的, 嗯, 太阳的亮度也是在这里可以调。 把它调的暖一点呢, 它这个整个场景都会有一点点暖。 然后Area的话, 可以改变阴影的硬度。 如果它的数值越高的话, 阴影就越柔和。 第二个天空的按钮, 像波浪一样的, 是全局光照。 在这里可以修改它的波长。 然后第三个, 是基于这张图片进行光照。 基本上在物体编辑上面这两个, 光照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的话是物。 我们以后再做一个跟物有关的教程吧。 这边的话, 表示你光照反弹的次数。 如果反弹数字越高的话, 渲染品质就会越好。 然后这两个和这个沟上的话, 也是会增加渲染品质。 从这里ground可以改变地面的颜色。 翻ground表示背景的颜色。 从这边也可以改变背景的颜色。 或者直接向它改成透明的。 这里的四个按钮表示, 要不要展示背景色。 如果它是黄色的, 就是被选中的状态。 以及显示和关闭物体的轮廓。 显示和关闭物体的网络。 显示和关闭地面。 还有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shape按钮。 它表示你的体速以何种方式来渲染。 默认的情况下是体速, 就是cube。 然后如果选中高的话, 它就会变成每一个体速都是乐高的形状。 剩下的话, 还有mc在倒爪的渲染。 以及clay泥土渲染。 渲染成球形, 或者渲染成圆柱体。 关于群组和打伞物体, 以及如何编辑群组内的物体。 首先我们新增了, 按加号键新增了一个物体框。 因为这个物体框里, 什么都没有我们进到里面去把它填满。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物体。 然后把它们框选。 在这里是框的状态下, 把它们框选。 或者是用shift进行复选。 然后这里有一个群组按钮。 点一下它们就会变成一个群。 然后再点右边的解散, 它就会解散这个群。 那我们在群组的状态下, 我们可以在这个箭头这里, 进入到这个群组。 然后再按type键就可以进行物体的编辑。 可以分别编辑群里的物体。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还能改变群物体的位置。 当你编辑完了, 记得要按一下你的退出群。 从进入群之后的编辑是不会影响群组里面物体的关系的, 它们依然是一个群。 接下来简单的说一下层。 物体都会默认的放在零层。 然后左边的这个颜色小按钮按了之后, 它表示层的可实性。 隐藏。 就像那个PS的小眼睛一样, 它可以隐藏或者是显示这个层。 比方说我现在想把紫色物体放到一层。 那我选择一再复制它。 这样是不会成功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在一层。 它们两个现在都还在零层。 然后我可以做的是, 进入到这个物体里面, untab it, 进入到这个物体里面。 然后我Ctrl-A, 然后Ctrl-X减切。 之后呢, 我来到D, 我来到一层, 我新建一个物体。 然后我untab it, Ctrl-B, 真贴。 这样的话呢, 这个新的物体就在一个新的层。 所以呢, 如果你想让它在一个新的层, 你就要把它跨在这个新的层才可以。 如果你的场景比较大, 或者是它们是重叠的话呢, 用这个层的方式来进行单独的编辑就非常方便。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我在这个沙发上面放了一块小桌板。 那我如果还想编织沙发的话呢, 它就会被遮挡。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小桌板在一层, 可以把它关闭。 这可以不被影响的先编辑。 编辑完了之后, 再把它挥,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用刚刚学到的, 提速的编辑方法来, 完事一下这个沙发吧。 首先, 家具都是很适合用对峙的方式来定制的。 让它先缩小一下, 这样可以稍微简单一点。 然后先给它增加一些细节。 这就感觉我还走。 因为我们现实中的物体呢, 它们都不会是这么, 有这么锐利的边缘, 所以把它变得稍微圆润一些。 这种沙发, 坐下去会疼的吧。 让它一种很圆的感觉。 很舒适的感觉。 再去掉一次。 这边也剪掉。 可以通过不断的用鼠标右键, 改变你的视角, 让你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操作视角。 这里也在剪掉一些。 OK, 觉得这个沙发角有点太多了, 变成一次剪面的方式。 好一些。 接下来按住Alt键, 点击一下沙发的领背。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蓝色。 我用这里的复制, 颜色盘的复制和粘贴。 把它移到这边来, 再粘贴一次。 给它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这边你能看到下面, 就是这一块。 它是会显示, 这个颜色的代码分别是241和242。 我现在呢, 是要把这两个颜色呢, 涂到这个沙发上面。 给它增加一个杂色的效果。 然后, 按住这里的, 先把对称关掉。 这边有一个磨棒, 再去点一下, 然后按住Shift, 把两个扶手也点一下, 就选中了这两个颜色。 然后在这边, 这个框里面, 刚才两个颜色是241和242。 Rain的空格241和242。 它就会用这两个颜色随机的给它进行填色。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由于刚才把太阳调太浓了, 我们把它再调回来。 给天空里再调亮一点点。 就做好了一个可爱的沙发。 在渲染完成之后, 就进入调到底, 渲染完成。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相机, 就可以保持它咯。 恭喜你给到了新的软件的制作技能。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转发加分享。 多谢你的支持。